今天讲一个前几年发生的事 这件事很蹊跷 不像网上的很多灵异事件一样 有头无尾 经过我一系列的盘根问底 我勉强能将完整的原因 和散落在各个时期的怪异事件串联起来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我平时也挺喜欢了解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直到它们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仍然是不相信的 我认为这一系列的事情 是我的大脑根据我听过的一些事情 杜撰出来骗自己的 可有些预言性的东西 我还是想不通 我想让大佬帮我分析分析 所以选择把这些事情分享出来 我接下来要讲述的事情 全部都是真实发生的 绝对不是杜撰 这件事发生在我的高中时期 我之所以没有毕业以后立刻发表 是因为我们高中时的关系 很硬的学校 我们年级主任曾经一再地威胁我们 而且我们听说过学校的手段 和压消息的能力 所以请原谅 我全程不会公开事情发生的地址 学校名 人名 希望知情人士也不要透露 我怕遭到报复 我现在毕业了 也去学校拿过我所有的档案了 所以不怕他们扣留档案 因此我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在网上公开这件事情 经历这件事以后 我也明白了 也许鬼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心 我中考考的不是很好 两个省级师范的志愿都滑荡了 但是这时候 我们班主任给我推荐了这个学校 也是省级师范性高中 刚刚建校三年 知名度比较小 但是硬件设施还是很齐全的 由于没招满 所以被破格允许向室内征级学生 这是违规的 也由此可见 这个学校的关系有多硬 也因为这个征级 学校招到了很多 没有考好的好学生 我听到这件事以后 就很开心 我也是被学校收了 就不用去私立高中了 然而 就在了解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妈发现了一条消息 开始有点反对我去这个学校 她在网上看到 在19年高考之前 这个学校的高三年级 有一个女生跳楼了 原因不明 后续不明 作为母亲 她多多少少有些担心 因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是很强 她怕我出事 初中的时候就差点出事 我也是从我母亲口中 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当时没怎么在乎 更没想到 这件事会与我的未来 有如此深刻的联系 虽然我有很多 不来这个学校的选择 可经过种种的意外 我还是来到了这里 发生了这些事 也许这就是缘分 我在这个学校待的第一个班 班主任姓赵 他管班很松 导致我们班很乱 所以在第一学期结束 要分班的时候 他就特别不想再当班主任 他平时对我很好 我也想帮助他一些 刚好当时那一段时间 我了解了比先这种游戏 我是不相信他 但是好奇心有趣是我找了几个人 在寝室开始了占卜问卦 第一次是我跟一个性交的同学 一起玩的 因为是第一次玩 我只想着快点把他送走 所以我只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 是我一个同学 喜欢隔壁班一个女生 他们两个会不会在一起 答案是不会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班主任 还会不会再当班主任 答案也是不会 这两个问题现在看来是非常准的 我们当时严格按照网上的步骤 把比先请走了 还在厕所烧掉了纸 第一次请比先一段时间后 并没有发生什么 而且那些答案也没到公布的时候 也使我这个无神论者觉得 这就是个骗人的把戏 于是我失去了第一次玩的敬畏之心 后来又和不同的人 在寝室玩了两次比先 最后那一次 我甚至没有请走 只也是团成一团 就扔到垃圾桶里面了 我不记得当时问了什么 我只记得 其中我有问过这个比先的性别和时期 他的回答是女和民国后 我当时还亲切地叫他姐姐 于是灵异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 那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这个梦一开始是正常的 不过是我梦辉小学的宿舍楼底 跟一群小伙伴在玩 可是玩着玩着 人都走完了 天也黑得离谱 路边的路灯亮了 在拐角处的路灯下 有一个穿着红衣服 头发散乱的女生 看不清长相 我这个人一向胆子大 在梦里又不知道 为什么胆子更大了起来 直接走过去 站在他面前 他一动不动 感觉他要说什么 而且并不想伤害我 我就胆子更大了 伸过手准备去拨开他的头发 可是还没等到申到 这个梦就戛然而止 开始了我的第二个梦 第二个梦是我在逛街 结束以后坐上了路边的出租车 很奇怪 梦里的出租车是敞篷的 我坐在后排吹风 窗外很繁华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又出现在我座位的旁边 还是看着我想说什么 我一扭头看见他 一下子就瞎醒了 醒来以后 我对这两个梦十分奇怪 就去找了我们班一个 平时也喜欢研究怪谈的同学 讲给他听 他说网上说红衣服的是笔仙 应该是因为我没有请走笔仙才导致的 当我问他怎么办的时候 他又说 没事了 就是我的一个噩梦而已 经常玩笔仙 当然会做这种梦了 让我别多想 过几天就没事了 我其实挺赞同他后面的说辞的 但是第一个疑点就出来了 我以前只知道 阿飘一般是白衣服的 并不知道红衣服的是笔仙 如果是我自己的心理暗示 我也不会给自己暗示红衣服啊 后来发生的事情 慢慢地让我感觉到 不是心理暗示那么简单了 分班的那一段时间 我挺想分到好班的 但是又不想分到我一直听说的 姓张的老师的班里 他是一个会拿秒表掐时间抓迟到的人 就在分班结果出来的前几天 我又梦到他了 这次是在我们校园 没有前缀 直接就看到 他站在我们学校一个大草地上 看着我用手向下指 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看见他 而且我知道他不想伤害我 我并不害怕 就走上前 可当我接近他时 他却开始向教学楼走去 我跟着他来到教学楼 他没有选择中间的楼梯 而是绕到教学楼的路天阶梯上楼 我跟着他上楼以后 他走进第二个班级 当我跟进去的时候 看见了那个张老师 他很恶毒地瞪着我 被我瞎行了 后来分班 我分进了二班 张老师是班主任 到这里 事情还是毫无头绪的 不过分班以后 因为进了好班 我的学习也忙了起来 加上我积极参加社团活动 积极社交 留给我想这件事情的时间也少了 他也没再出现过 就当我快忘记的时候 一个契机 使我开始慢慢理清了头绪 这是发生在高二的一个下午 吃完晚饭 我和几个同学 在露天的楼梯上吹风 我向下看 发现地上有一块水泥吐起来 和周围的颜色不太一样 我跟我同学说了 他是初中就在这个学校上的 他看了以后 漫不经心地说 这里是因为以前 有个高三的学生跳楼 那一块的血迹 印到了水泥里 洗不干净 就干脆又调了点水泥 给盖住了 听到这些 我身体突然一击零 我又想起他 带我从这里上楼进班的梦 我突然想到 这个笔仙 会不会和那个 跳楼的女学生有关系 我于是就开始 继续询问我同学 关于跳楼事件的细节 这个同学平时比较高傲 他不愿意给我讲 说什么 我还是知道的少一些 对我好 于是我也不好意思多问什么 虽然那一段时间 没有再梦到过他 但是想了很多 我怀疑 他的尸体 是不是被埋在了 学校草地下面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过 要挖开草地 让真相打白 可是我还是没勇气 之前我们举报学校补课 年级主任就威胁我们说 自己和某某局长是兄弟 之前一次犯 喝掉里香茅台 还当众念出来 打电话举报的那些人的手机号 说劝我们不要作死 他想查 都是可以查出来的 我也识过在网上到处找这件事情的报道 很少很不详细 只了解到几个信息 第一 女生是家里的独生女 第二 女生死前是化学老师看班的 第三 女生死的地方 有监控录像 但是却拒绝提供 第四 校方一再推托责任 可能最后给的赔偿 非常非常少 而且我发现 只有一篇报道 被专载数次 却没有后续报道 但是我也隐隐约约明白了 他为什么会引导我走进二班 看见我们班主任 因为张老师 他是教化学的 而按时间推算 他也是那一届的化学老师 由于网上信息不多 我只能在知情的同学中了解情况 知情的学生又非常少 我了解事情的进展非常缓慢 得到的消息编造成分 又大于适时成分 况且他又没再出现过 我慢慢地在繁忙的高中生活中 忘记了这件事 直到高二下学期升高三的暑假补课期间 我们宿舍无聊 又谈到了感情问题 我就提议用笔先算算 大家都是几岁脱单 他们想知道 但又很胆小 在我的百般全说下 我最好的兄弟同意陪我玩 就在算的过程中 我猛然想起来 之前发生的种种怪事 我想弄清楚 所以最后也没有烧掉纸 果然 那天晚上 我又梦到了这个红衣服的姐姐 她坐在我在教室的位置上 向我左边和右上方 一个比较远的位置看 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后来 我就跟我左边那个同桌 讲了整个事情 并且说了我的猜测 但并没有跟她说昨天的梦 我怕她害怕 讲完以后 我才得知 我同桌初中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学校上的 她刚跟我坐一块 所以很愿意跟我讲一些 她知道或是听说过的细节 我顺着这个思路 去问那个姐姐 看的第二个位置上的同学 果然 她初中也是这个学校的 也了解很多这个世界 经过他们的叙述 以及之前问过的 一些人的零零碎碎的叙述 结合笔先梦中 给我的各种暗示 我梳理出一个大概 这个学姐可能因为一些 跟化学老师有关的原因 然后选择了在露天楼梯跳楼 也有可能不是自杀 可跳楼以后 学校没有立马叫救护车 而是把尸体放在了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至今还封着 我也是听同桌描述才知道 地下室很大 入口在我们宿舍门口 我之前一直以为 那个入口的小房子 是一个小的杂物间 不知道还能向下通 而草地的下面也是地下室 这就是她为什么向草地下面指 一直等学校安排好 或者是掩盖好真相以后才报警 不过已经是好几天以后了 学校也找关系 最后认定为自杀 最后直到火化完以后 才通知家长 也不给摄像记录 她的父母也因为孩子的死病倒了 生死未卜 就是在想查出点什么就难了 但是学姐一定是死得很冤 要不然也不会不断给我托梦 我想把学姐自杀的原因查出来 我又怕被同学告发 我只能在不说出事情的情况下 寻找愿意陪我玩笔线的人 我要用笔线这个工具 让她告诉我真相 但是我再找不出 愿意跟我玩笔线的人了 即使是我的好兄弟 她也以高三了的理由拒绝 跟我再玩 怕影响学习 而巧合的是 我几个月前 我询问的什么时候脱单的人 包括我自己 都陆陆续续脱了单 我也因为高三学业和恋爱的原因 又一次放弃了调查 也许是学姐不想打扰我 就没再出现过 就这样过了半年 我也分手了 恋爱很甜 但是时间不对 抵不住结局是悲哀的 那一段时间很难过 就全身心学习 尽可能不去想失恋的事情 可是就在一个晚上 我又梦到死去的学姐了 那一段时间 因为学业非常非常重 所以每天很恍惚 梦的具体内容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 白天起来 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但是我也打算 在下一个空前的时间 一定要找机会问清楚 很快 高三上学期结束了 终于有一些可以喘气的机会了 我找到那个分班之前 曾经陪我玩笔仙的 那个胆子比较大的同学 在晚上窜请 去他们寝室玩笔仙 经过我的询问 这次附到笔上的 还是哪个学姐 我问她 她的死 是跟那个化学老师有关吗 她回答是 我问她 学校是有意要掩盖事情真相吗 她回答是 我又问她 是她杀吗 她回答不是 我问化学老师 是怎么伤害到你了 下面的答案 我写了几个我想象到的 可能引起她自杀的原因 与严重伤 恶意冤枉 污蔑造谣 乘继原因 还有几个我记不清了 但是笔并没有像之前那样 直奔答案 而是徘徊了好久 然后开始剧烈抖动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太用力 铅笔的笔尖突然就断了 可是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 但当时跟我一块玩的同学 死活不愿再玩 我也就放弃了 这次结束后 学姐并没有像以前一样 出现在我的梦里 所以我也开始怀疑 整件事 是不是我自己一想出来的 可是大概过了一周左右 我们学校领导突然要求 在露天楼梯周围 加上铁栏杆整个罩住 并且把留有痕迹的那一块水泥地面 整个敲掉 重新铺了一层 我们班主任就是那个化学老师 也突然对我们变得很和蔼了 没有之前那么严厉了 如果有人跟他硬钢 他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强硬对待了 我就不自觉地想 会不会跟一周前笔尖断掉有关 我最后一次梦见他 是高三下学期开始一个多月以后 其实当时快高考了 我也根本就不再想这件事了 却又在这个时间梦到他 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摇摆不定 这件事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的心理暗示的原因 他在梦里 带我走进一间房间 我没见过 床上躺着一个人 盖着被子 我看不清是谁 然后他就往床上的人身上钻 就消失了 那个床上的被子就开始鼓起 越鼓越高 就像一个孕妇躺在被子里 突然 鼓的地方开始渗血 整个被子都红了 这也是第一次 再有学姐出现的梦里看见血 然后我就醒了 从那以后 直到现在 我也一直没再梦见过他 而高考前的那一段时间里 我也慢慢地发现 我们班主任的腹部开始变古了 我们班的人都猜测 他是怀上二胎了 只有我隐隐约约明白了些什么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